那醫生也有自己打電話給我 就是附到醫院的有一個餐醫師 非常非常的溫柔 我在這邊很謝謝他 就是讓我克服很多恐懼 我真的很好 我現在除了你們聽我聲音啞啞的以外 其實我都很正常 我也沒有頭痛我也沒有發燒了 然後我鼻水道流已經很舒緩了 我真的很OK 我哇跳跳好嗎 然後確診呢也不用擔心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 請你們記得一定要打三劑疫苗 禮拜天的時候 採檢一樣還是陰性的 那禮拜一再採檢就已經是 就是快篩就已經是兩條線了 就是有第二條線不是那麼清楚 可是看得出來它就是有兩條了 那我就馬上跟製作單位講 我就離開了 然後我就趕快回家 今天早上六點我就打去福大 然後我就去醫院了 那也進行了一個PCR的採檢動作 那後來下午大概三四點吧 我就收到訊息了 收到福大醫院的信訊 就是確認我那個PCR的檢驗是陽性的 那醫生也有自己打電話給我 就是福大醫院的 有一個蔡醫師非常非常的溫柔 我在這邊很謝謝他 就是讓我克服很多恐懼 他就打給我 就跟我說我的CT值是22.16 其實像我自己的感受是確診 確診的症狀就是 重感冒的可能十倍吧 就是你平常重感冒的那種感受 可能鼻水 因為我通常都會鼻水倒流嘛 那我鼻水倒流可能就是 比平常更嚴重的十倍這樣子 我真的很好 我現在除了你們聽我聲音啞啞的以外 其實我都很正常 我也沒有頭痛 我也沒有發燒了 然後我鼻水倒流已經很舒緩了 真的很OK 我瓦跳跳好嗎 然後確診呢也不用擔心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 請你們記得一定要打三劑疫苗 其實我完成三劑疫苗的時間 都是很精準的 我前兩劑是打AZ 第三劑是打莫德納 我覺得其實疫情就是 小朋友比較危險一點 因為他們畢竟沒有配打那個疫苗的部分 然後有一些國中生高中生 他馬上是只有打兩劑 所以我覺得說還是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它就是發生了 那發生其實也沒有這麼嚴重的 我們就是像我今天去福當醫院 醫生還有特別的問我說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然後我需要開藥給我嘛 我都覺得這些醫護人員 還有包含我今天接到警察局的電話 衛生局的電話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有耐心 而且我真的 我只要每跟他們講完一通的電話 我都很真心誠意的跟他們說謝謝 真的很辛苦他們 請各位就是盡可能的減少外出 然後只要出門就是配戴口罩 如果你買不到N95口罩的話 那一般的醫療口罩我也是覺得說如果可以的話 就戴個兩層吧 我自己會這樣做 謝謝大家 叫我找日康復 我都看到了 然後你們也看到我現在樣子 其實我是很OK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我一定要這個採檢過關 我才會出這個家門